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然後我們今天要去騎冷水坑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智山路的路口 等一下我們就會騎智山路上去 然後接冷水坑 然後再到中湖戰備道 然後我剛剛在沿路上 已經看到有一些車有騎過去了 走吧 GO 這是我第一次騎冷水坑耶 之前都騎平靜街 然後都沒有真的上到冷水坑 這一次來騎去看 今天有藍天耶 很漂亮 很想到這裡下午還是很多人來騎耶 對啊 而且我們之前春天的時候 有來騎到這邊看櫻花 可是沒有真的上到冷水坑那邊 我們今天出發時間是下午的4點 就我上次有這個時間來騎過 覺得還不錯 不會到太熱 然後我今天是要來試試看 我這個Insta360 水深東西 我前陣子去紐西蘭滑雪的時候 就有用過這個Insta360 然後這一次用在騎腳踏車看看 因為這樣我就不用用手拿了 然後這樣在前面 就覺得它不錯的就是 我們在騎到很累的時候呢 手基本上應該也其實沒有辦法用 所以在用它就可以拍到一些很珍貴的畫面 對 然後它有一些功能 像是小星星的畫面啊 我覺得蠻酷的 在騎腳踏車 7.3鐵馬翼站到了 你記得我們上一次來的時候在這邊就在休息了嗎? 對 那你現在要休息嗎? 可以吃個延堂 那現在也就是陽津三批的第三批嗎? 對喔 騎完一個陽明山然後再騎一個風貴嘴 然後最後騎這個人水坑 我們上次只有騎前面兩個批 真的超陡喔 走吧 我覺得這條至山路上輪水坑呢 是一條從一開始到那個國小會比較累一點 那過了國小之後呢就會有一段很緩的路線 然後還有下坡 那下坡過的時候呢就會是非常陡的路線 對 所以你在前面這邊陡坡的時候呢 記得要不要出太多的力氣 前面這邊還不是陡坡嗎? 還沒有到很陡喔 你等一下才會看到什麼是陡坡 這裡喔 這裡就是我們上次休息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間餐廳 對 然後這裡有一間餐廳 兩間餐廳 餐廳假日都蠻多人來的 但他只有假日有開門 我們要到陡坡的地方了 左邊平均街106巷 右邊平均街 鄉民山往右邊走 知道路了 對啊我都知道路啊 我騎了兩次了 你已經來很多次了 對啊偷練就是練這裡 平等國小就在前面了 好 你上次就騎到平等國小了 對啊就不行了 對 因為那時候已經太累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太累了 美麗你看右邊有個超級陡的陡坡 那裡啊 不是啊 不是 你想騎上去是不是 我以為那個 我以為哪裡 左邊啊 好 上次是停在這裡嗎 這是哪裡看櫻花的地方 看櫻花的地方 看櫻花的地方 看櫻花的地方是我的那個 補小房子 然後會一直下火 哦 這裡就是我們上次看櫻花的地方 欸你不是說我們這次是走走停停 是東西的路線 對啊但是今天是平日 所以都沒有東西吃 都沒有東西吃 對啊 這也算是我之前來 然後覺得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傍晚來這邊很舒服 我覺得 不錯 沒錯 圓山咖啡 你看這邊有間咖啡廳 現在先來一個下坡 過了看櫻花的地方之後 就是一連串的下坡 所以等一下回來的時候要還 應該下坡了一陣子 還有一個小小坡 欸這裡有這個喝湯的店欸 對啊 有名的是不是 對 對啊 它在東區也有欸 大安區 右轉 騎到了這個叫做台北奧萬大的地方 哦 這裡都是啊 左邊是一間有名的餐廳 好啊 看起來就很厲害 你應該聽過啦 我不知道有VVC咖啡 是不是 你連他的檢寫都知道 這邊叫什麼 像玉器 對 然後這個公司有一個分別的地方 不過已經想要停下來喝東西了 如果是騎車然後你有不想騎的話 就先載他來這裡 對不對 在哪裡 這裡就可以拍了半天 或一天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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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肯定是一間餐廳 對嘛 我們會不會太陽 那麼多人 就是 對嘛 會不會太陽 就是 有很多人 滑下來到這邊會有一個交叉路 走這邊進去 但走這邊也是可以 但那邊會比較陡 然後那邊是個捷徑 比較輕鬆的路線 那你就走這邊 對我上次回程的時候走到那邊下來 然後這樣回來 超陡超陡 所以記得 不管去城或回程的時候 走這邊比較輕鬆一點 那就是美國村嗎 不是 也不是 真的是有軍人在的地方 現在還有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 去啊走 接下來是冷水坑的第三個坡 然後這裡的坡 就是最陡的地方 那快結束了 這走坡有多長啊 結束了 結束了 還好他走一下有平路走一下有平路 就好 好第二個走坡 走 這裡超陡的吧 對看一下 看到冷水看得標示了 在上面 接下來這應該是第三個斗坡了吧 接下來這應該是第三個斗坡了吧 那接下來這邊呢 就會相較緩一點 那我覺得過了剛才那個坡之後呢 就可以讓自己放慢一下腳步 休息一下 緩和一下 好 有網友說 第一次騎 就被帶來冷水坑啊 哈哈 有漂亮的女生 被帶來冷水坑 怎麼笑得了 很懂啊 車友約騎都是這樣講的啊 不難不難 不能去就知道了 那我覺得應該比東影山輕鬆吧 沒有吧 快到了嗎 快了快了 還沒到啊 還沒有 還很遠啊 快了 到了 感覺怎麼樣 還可以吧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不熱吧 你看後面的風景超漂亮的 還好不是中午的時候 是喔 這時候很舒服吧 適色還可以沒有那麼快 好啦 我們現在騎了72分鐘 然後爬升559 12公里 到了冷水坑 這好像還好 是啊還好啊 不難不難 你會想要去戰備道嗎 在哪裡 在那邊 去哪裡多空 去那邊拍照 但是有一小段陡坡 看你行不行 或者是你要這邊休息一下 想泡溫泉嗎 沒有 還有七星山登山口 這裡有幾個景點 對啊 牛奶湖啊 然後夢幻湖也在這邊 青山吊橋 對 所以這邊 假日就會很多人來這邊爬山啊 然後健行也可以 怎麼樣 這次騎起來感覺如何 還可以 還可以對不對 可以啦 我覺得比東眼山簡單 東眼山走坡很久 東眼山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喝水 一桃冰沙 一桃冰沙 現在在這裡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有啊 是販賣機啊 好 走吧 我們現在去前面那個 中途站配道 好走吧 那邊很漂亮 但是有一小段路 比較懂一點 好啊 然後左右兩側會有很漂亮的 好 我現在已經吃了一個牛奶花燈 可以去了 好走 好的牛奶花生 馬上就像好玩了 到了 到了 到了啊 好 我們現在騎了不到十分鐘 就到這邊了 中途站配道路 非常漂亮的一段路 大家都會在這裡拍照 我剛騎上來的時候想說 哪裡啊 在哪裡拍啊 又沒有一個招牌 對 因為就是在這條路 是蠻漂亮的 其實就是這樣子 你有時候往前看的時候 覺得路還好 但是往後看的時候 覺得後面很漂亮 而且今天天氣很好 就有山一層一層的 對 這趟路啊 從智山路那邊到 看櫻花那邊 我都覺得還好 就是可以一邊聊天 一邊騎上來 過了櫻花那邊 我就想說 到底在哪裡啊 到了沒啊 因為可能對路線 我也沒有做功課啦 那我就會覺得 到底到了沒啊 後來的路就是 有上上下下 然後又下坡這樣 到了冷水坑之前 一點點有幾個 超級陡的地方 超級陡的地方 那過了那幾個陡 上坡其實就到冷水坑了 撐過幾段之後就到了 對 其實還可以吧 還可以 可是在陡的時候有點喘 撐過去就好了 而且它那個陡路 陡坡沒有到非常長 好那我們現在在這邊拍拍照 然後就要準備下去 然後等一下 我們消風很高興的路段 等一下要還債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今天記得按讚和分享 記得按讚和分享 拜拜